受疫情影响停办了两年的 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出名 在今年大连初七终于再度举行 出席的包括曾志伟、袁和平、袁秋、余安安 杨攀攀、袁华、林迪安、徐小明和一众会员 而最年长的会员已经102岁 人称花仔园的杨国元也都现身一起欢聚 场面非常热闹 会长前家乐在台上都感激大家踊跃支持 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感谢各位属会的好朋友 都愿意参与我们的赞 谢谢 每年春宁 工会都会表扬前辈们多年来 为动作电影付出和贡献 而今年获班杰出贡献大奖 分别有山怪师傅、刘先荣和张永汉 而大师兄徐中信女女 也接过会长前家乐追班的奖座 另外阿虎张荣祥 获班杰出动作表演大奖 另外智慧和林国斌各捐10万给工会 作慈善互动和常务营运之勇 智慧都说工会可以越办越好 全因有的人出心出力去做吧 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 是很不得的 但也有这个潮家乐这种人 是不厌其烦地做这么多事 我被他烦到我就死不了了 我希望我们好社会 清职日上做得更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你们大家的支持 每年大家要来 现在疫情过了呢 我希望每一季我们都有一个茶聚 茶聚大家要来 食群持家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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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余学家李居明 率领盖茅辉 吴美英和陈鸿晋等一班大老官 今日为賀岁月劇举行开罗拜神仪式 今次是疫情后 事隔三年再做贺岁劇 场馆现在完全开放了 加上入座率达到百分百 成绩惊人 令他们都觉得很高兴 而且今次一开四场 全部包含了 真是庄无虚正 一票难求 这个真是很兴奋 这个就是盖茅辉的魅力 加上《湘如追问》的确是好剧本 大家美英姐和陈鸿晋先生 和那么多老官支持 所以香港的粤剧现在很蓬勃 每个老官现在的档期都排到满了 所以代表我住在香港 我们在2023年会越来越好 我希望大家2023年 吐气阳明 万丈更生 继续努力做多些好戏给大家看 最紧要的就是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胜意 我们在舞台上 做多些好戏给大家看 也希望大家多些来支持 百业兴旺 步步高升 李师傅透露 戏院的档期已经排到下年 粤剧界变旺番之外 他就预测今年香港的演艺发展会越来越好 今年其实 所有的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 都是非常昌盛的 因为今年我们算过 是一个叫四六文昌升 是入了中宫 所以香港的文化活动 会跟以前不同的 大家看到政府 都做了很多事情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文化界的好消息 在2023年 将会是非常之蓬勃的